Hello大家好我是你 这个26号的时候我就说到最新的Me Pro 14寸的MacBook Pro 经过几天的使用以下是我作为一名用了将近一年Me MacBook Air 用户的感受 日常办公的话Me MacBook Air 一天10个小时基本上是没问题的 同样的环境下Pro只能用7.5个小时左右 但是这个只限于低功耗日常办公的情况 在运行一些性能要求比较高的App的时候 像是Final Card Pro这些两家MacBook它们的续航就差不多了 像是这样的续航大家可以接受吗 使用了几天之后我发现有一点很奇怪 那就是当我做一些日常任务的时候我的Me MacBook Air 它其实没有什么温度的 但是如果使用Pro的话 它很多时候都是温温的 这个我也不是很清楚为什么 可能是因为Air使用了4个低功能号的核心 但是Pro只有两个 键盘的话Air 和Pro都是使用妙控键盘 很少会出购战 但是有一点是我在使用了MV MacBook Air一年之后 忽然转去使用Pro的时候 才发现了那就是Air它不成的这个设计 我在使用Pro的时候我会发现我的手腕这个部分一直都是怼着那个电脑 然后其实有点不舒服但是如果使用Air的话我就会感觉 这个地方其实是非常舒服的 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介意 但是对我而言的话如果长时间打字打上两个小时三个小时的话 其实还是Air它来的好很多 14寸的Pro出现之后反而让Air看起来更像Air Pro的个子不仅变大了 而且圆圆的设计让它看起来更加的笨重 虽然实际上 这一代的Pro其实比上一代的来的更薄了一丢丢 但是从世界上来看的话 我的第一感觉就是 更厚了 虽然我本身也是非常不喜欢的刘海 但是看久了之后就习惯了 更重要的是在使用其他APP的时候 这个刘海其实可以直接被 屏蔽掉的 又或者说其实可以使用Tot-notch 这样第三方的插件 然后我们又回到了以前 大大的黑边框的时代了 就当做五年以来 苹果的边框 都没有什么进步了 大家怎么看如果你 只有一个选择的话 你是想要黑边框呢 还是你想要刘海 你个人接受哪一个 还有一个就是这个四角 两个直角 两个圆角 我不是学设计的 但是我觉得很奇怪 如果我们看 iPhone的 还有iPad的话 它其实四边都是圆角的 那我不知道为什么 MacBook 它就偏偏要两个直角 两个圆角 反正对于我这种有点强迫着的人 我就感觉有点难受 其实我一直在对这个都没有吞在意 但是用上了今年Pro的12赫斯的 刷新率就真的回不去了 那是真的真的湿滑呀 而且这次亮度一下子被提升到了1000尼特 我在实际的使用情况下 虽然Pro比i更亮 但是我也不会 拉满它的那个亮度 毕竟长时间也看到一个 非常亮的屏幕 反而会让我感觉眼睛特别的疼 这次除了性能之外 最让我满意的就是一些 接口的回归 像是MagSafe HDMI SD卡 还有同时又保留了三个 Type-C的接口 如果我需要出门剪视频的话 我至少需要带一个扩展物 现在的话我们基本上只需要带我们的电脑 绝大多数情况 其实根本就没有必要带一个扩展物了 这次的MV Pro MacBook 14寸 它的硬盘速度放了好几倍 但是有意思的是 它扩展硬盘的价钱却还是一样的 所以如果对硬盘读写速度有非常大需求的人 我觉得其实可以 考虑一下直接从官网上面扩展硬盘 至于大小的话 如果不是需要处理大量的数据 剪辑大量的视频的话 我感觉 512GB是相对足够的 我手上没有什么其他可以参照的笔记本了 就一个M1MacBook Air 两者之间价钱上的差距就有两倍多了 大家可以看一看 它们之间价钱的差距 是否对得起它性能上的差距 我觉得这些跑分能告诉我们一些事情 但是我更在意的是它的实际情况到底是怎么样 就是它会不会卡 然后导出了视频 如果说这个视频它有很多 特效 音效 音效 还有 各种调色的话 它到底会出现什么样的情况 所以我就拿了上一个视频的素材来看一看它到底是什么 上一次使用 M1MacBook Air 剪辑的时候 我连开启这个资源库都需要是好多次 很多时候都因为 太大了 然后整个卡住了 但是用 M1 Pro开启的时候 虽然说它也会等一会儿 但是最终 一般来说都是能够开启的 然后便是这个真实剪辑视频的情况在 Air上面剪辑的话 必须要使用代理 而且即使使用的代理偶尔也是会非常的卡顿 但是使用M1 Pro的话 它其实可以非常流畅的剪辑 当然这个不是说 Air它本身不好 而是这个Pro 它 太强大了 当然价钱上的差距也是特别的明显 所以看到他们俩之间这么大的差距 大家觉得值得花额外的钱 上Pro吗 就像苹果当时说的那样 从Intel过渡到苹果自己的芯片 需要大概两年的时间 然后现在也只是刚刚过去的一年 不过 现在可以明显看得出来 稳定性要比当初来的好很多了 很多软件都可以使用了 也没有那么容易崩溃了 谢谢大家 我现在手上的这家是10核CPU,16核GPU,16GB,1TB 但是我感觉更有性价比的应该是盖版的Pro 就是8核CPU,4核GPU,16GB那一款 我看了很多外国的视频我就发现 8核CPU还有10核CPU它们俩之间的差距 大概是20%并没有那么的显著 除非你有办法完全榨干M1 Pro的芯片的话 要不然的话其实很难看到它们的差距 所以你就可以考虑要不要剩下这笔钱 独一绝大多数人除了盖版的M1 MacBook Pro之外 另外一个就是M1 MacBook Air它本身 16GB,256GB的这一款 我觉得这两款都是非常适合绝大多数人购买的 我不是特别建议大家去买13吨的Pro 除非你真的很喜欢Touch 就像我去年做的测试一样 不论是Air还是Pro 其实它们两个是看不出任何差距的 如果你觉得13吨的Air在性能方面不能够满足你的话 那么很有可能13吨的Pro也是没办法满足你的 那么你就会考虑是否要升级到14吨的Pro 这一次选择14吨MacBook Pro的时候 我觉得最头疼的倒不是选择到底要M1 Pro还是M1 Max 因为这两个差距真的太大了 Max已经是非常专业的人士会使用的级别了 我们觉得大多数人Pro已经是性能过剩了 更大的问题是在于如果我们手上有2500块钱 我们是要提高8核CPU 14核GPU到14核CPU 16核GPU 还是说将内存从16GB升级到32GB 这才是真的让我们困扰的地方了 这个的话就真的要看自己的需求了 你做的事情到底是CPU更多一点还是内存更多一点 因为每一个软件他们其实在内存还有CPU上面的需求 其实是会有些不同的 我自己本身用来检查自己是否需要16GB 还是32GB内存的方法是直接下载一个记录电脑活动的APP 像是iStackMenu 然后就用我自己本身的M1 MacBook Air 去做一些我日常会做的事情 还有剪辑视频 然后看一看我到底需要用到16GB 还是32GB这个范围 当然这个本身也不是说非常准确的一个测试 但是会给我一个大概的方向 比如说我使用Air的时候 我就感觉到我的内存是基本上用到关了 然后我还需要使用sort memory 所以我很清楚就是16GB是肯定有必要的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在于 还有另外一个考虑的东西就是 我到底要用这家电脑用多久 如果是4年5年甚至7年8年这种情况的话 那多一点内存还是有点必要的 但也不要太过比如像我的话 我如果忽然跑到64GB的话 我感觉六七年之间 我都未必能够用到64GB 但32GB的话我可以目测到 这几年可能会用得上 特别是如果我选择去更新我的相机 换成A73甚至可能是A74的情况下 它的马力会更高 然后视频的大小会更大 那么我就有可能需要用到34GB了 所以大家考虑的时候 大概就要考虑一下你现在需要多少 然后你要用多久 还有就是你自己拍摄的设备是否会升级 那如果你需要升级的话 你可能就需要提前做一些准备了 因为苹果它现在的产品都是不能够 不能够事后再添加它的内存或者硬盘的 我不敢说同一内存的8GB 就等于上一代MacBook的16GB 但是可以说非常的靠近 比如说以我作为例子的话 我曾经用的是2019年16寸16GB的MacBook Pro 然后我发现我换成8GB的MacBook Air之后 其实它俩能做的事情都一样 最后一个问题就是在于Apple Care Plus 它本身到底要不要买 我觉得如果你预算够的话直接购买 这个是因为苹果现在的所有的MacBook 它基本上它的固件都是焊接到那个主板上面去 所以你的一些小问题很可能就会需要你换掉整个主板 然后换掉主板的话非常的昂贵 我在新加坡换过一次大概是600新币 相当于3000多人民币这样的情况 我不知道价钱是不是差不多 但应该不会差太远 所以当时的话是在保修机之内 所以我不需要付任何钱 但可以想想看 如果是保修机之外的话 这3000块钱是真的非常贵 但是如果你使用Apple Care Plus的话 那么在这三年之间的话 还是不收费的 所以我觉得哪怕三年的时间 你出一个小问题 基本上就把那个钱赚回来 还有另外一个就是换主板的话 对于我而言的话我觉得是挺OK的 一是因为说它其实会换新的硬盘 内存 还有就是它的这个电池也是会换掉 比如说我的Mbemap 它的WiFi是有问题的 所以我送去维修 然后他们直接把它整个主板换了 很惊奇的是在使用的将近一年之后 我的Ad它的这个电池从原本的89 然后直接跳回到98了 另外一个原因就是在于说 我们现在用的是M1 Pro 它虽然是第二代的苹果芯片了 但是难保就是在使用一年之后 你不会发现一些瑕疵 出一些故障什么的 到时候如果你要维修的话 我估计又是一大笔钱了 所以我觉得如果你一双够的话 真的可以考虑一下 最后我也知道很多小伙伴 其实不需要剪辑视频 有其他的工作 然后其实我也没办法直接回答你 到底要选哪一个 特别是要按照你的需求的话 所以我就觉得说 要不我们建一个群 这样的话 大家各个专业的人都可以来到 同一个群里面 大家方便问一些问题 给一些更有建设性的一些建议 群的链接我就放到评论群 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加入 好了那以上就是我使用了 几天44寸M1 Pro Pro的一些 我会继续深度使用一个月 然后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深度使用这个M1 Pro M1 Pro 它的一个情况是怎么样的 有没有什么问题 还有大家需要注意什么东西 如果你喜欢这个视频的话 记得一键三连 你的支持是我最大的动力 那我们下次见 拜拜